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三个人所谓的爱情对话呈现于大众的视线里 在这篇文章里 林珠的原话是 我曾经问起过梁公 金月林为林辉音终身不娶的事 梁公笑了笑说 1931年 我从保底调查回来 辉音见到我就哭上这脸 他苦恼极了 因为他同时爱上了两个人 2004年6月 林珠为了纪念林辉音百年诞辰 隆重推出了剧作梁思成 林辉音与我 再次把这著名的三人爱情对话给大家呈现了一遍 在梁思成 林辉音与我里 林珠就把这段对话描写得更细致了 林珠原话 我忽然想起 社会上流传的关于金月林 为了林辉音终身不娶的故事 去问梁公 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所以 由此看出 这三人爱情对话完整的呈现于大众 真是靠林珠一个人说出来的 那作为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 他说的话是否可信呢 现在小编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这段传了半个多世纪的多角恋是真实的 还是被人别有用心度断 用来黑林辉音的 林辉音首先 林珠说林辉音向梁思成坦白 自己爱上了金月林 这一个发生在1931年 而1932年4月 梁思成到济县考察独乐寺 在考察期间和当地一位教师交谈 此人名叫王沐如 保底人通过他梁思成才知保底的广几次 1932年6月 梁思成结束季线考察才去的保底 所以 林珠所说的发生在1931年的林辉音的三角恋坦白 在时间上是对不上的 梁思成在保底广几次其次 退一万点 就算是梁思成自己记错了时间 1932年6月 梁思成经过了四天考察 完了保底的广几次 飞回北京整理资料 但是那个时候 林辉音还怀着儿子梁从介呢 梁从介的生日是1932年8月4日 所以如果像林珠描述的那样 那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林辉音挺着个大肚子 对刚刚从外地考察回来一身疲惫的梁思成说 他苦恼极了 因为他同时爱上了两个人 不知怎么办才好 难道林辉音不担心伤害了他的丈夫 甚至这个家庭吗 此时他可是生育过女儿 并将再次生产的母亲 而且他也是知晓外地考察艰苦的妻子 这样的行为真的符合常理吗 而且在林珠的文章中 梁思成是这么说的 我想了一夜 自己能否给林辉音幸福 于是第二天 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辉音 我说 他是自由的 如果他选择了老金 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 那梁思成痛苦的思考了一夜 竟然也没有想过林辉音肚子里的孩子 他还决定要把怀着运的林辉音让给金热林 连梁思成都疯了吗 以上种种明显是不合逻辑的 所以 小编认为这段林辉音 梁思成和金热林的三人对话杜撰的可能性大于真实 而且作为一名建筑家 林辉音魏家魏国尽了最后一滴心血 如今长眠地下 实在不应被泼脏水 林先生 抱歉 打扰的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